這個圓層是白色 這什麼東西呢? 你手機摸一摸 這是刮沙的那種形態 這是沙岩 這個白色的部分是沙岩 水是沉積岩 在金門大部分廣泛出現的這一層 然後它給它命名 第一學家給它命名叫金門層 這個是金門層 這個呢是鐵質的 鶴鐵化 這邊鐵那個 這個地方的當時的地下水 就這邊的地下 上面鞋圓蓋著的 所以這邊的地下 地下水裡面的這個鐵質很豐富 所以在空氣上面 就形成這個河鐵礦 那除了這個河鐵礦以外 我們還發現上面 有沒有看到黑色的東西 各位今天我第一次帶你們看 希望下次來還有 這不要破壞掉 這地方可以盡量去拍照 但不要破壞掉 因為這個沒辦法再生 你看這地方黑色的東西 你看這條棒子 這是植物的 因為這個碳化 這個碳化 植物 植物的那個 可以變成碳化石 碳化石 那這個植物的化石 這邊都是 然後呢 還有一些這個葉子有沒有 葉子的化石 所以這個在這個面上 有很多植物的化石 植物跟葉子 在火山噴發之前的話 這邊本來就一個沼澤地帶 所以上面有那個植物 長植物 植物有沒有樹根啊 這兩個就是樹根 植物有根 有精有葉子 所以這邊有一堆那個植物 跟那個枯樹啊 蟬枝有沒有 就垮到這個地方 後來火山噴發的時候 你看蓋住 蓋住的話呢 那植物的話 在下面的話 它站了一個位置 對不對 後來就變成這個 因為它那個 因為這個比較像根 根的那個形態 對不對 給它變成那個 已經變成有沒有 各位去看一種 有一種化石叫什麼 叫石化木 有沒有 這個已經是鐵化木 那個植物的根已經變成鐵 那植物已經不見了 但是按植物的形態 給它留下來 所以你看這個石根 你看這個就被破壞掉了 很可惜喔 因為這個這個是 這個前進門 台灣裡面有這個 大概金馬台灣只有這邊 我們這植物的話 是有一個特點 就是保持植物的那個 原來的形態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樹的話呢 直徑它要七八公分 沒有 還是要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有植物的根 根跟它樹幹 跟那個枝葉成長